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罗说事 有一种老年常见病啊 说的就是骨关节炎 在咱们中老年中很普遍的一个病 带旅游团出去玩 照集体合影的时候 我说叔叔阿姨们第一排蹲下 结果都蹲不下去 膝关节都有问题 今天呢 我们就请来了国内著名的骨科专家 原北京积水滩医院骨科研究所的研究员 薛炎教授 跟大家一起聊聊骨关节炎的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加 关节软骨发生了退行性的改变 因为软骨只有一两个毫米 很薄 越膜越薄以后 就刺激了骨的增生 膝关节炎对我们的这个危害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第一个就是疼痛 最开始它的症状是下蹲困难 第二个症状呢 就是上下楼困难 另外肿胀 发炎 逐渐地加重 最后就是说行走困难 有的人把它称作是不死的癌症 虽然它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 但是也不是说不可防 不可治的 只要你早期注意就可以 您觉得我们早期要注意什么 第一个呢就是说 膝关节它是一个负重的关节 所以呢我们尽量做一些非负重的运动 或者负重比较小的运动 比如最好的运动就是像游泳啊 骑自行车啊 做一些体操啊 这个就是说对关节的保护比较好 多在平道上运动 少爬楼 少爬山 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 如果你爬山爬楼以后 你的负重呢 会是平常走平道的四倍 那么高 再一个就是少受粮 我们睡的地方 是吧 就不要潮湿寒冷 尽量不要在那个水泥地 或者是特别硬的地上去活动 跳舞啊 咱们跳广场舞啊什么的 因为那些对我们的这个关节都有影响 一定要把体重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里头 如果这个体重超重 加大了这个软骨的摩擦 是吧 你会比别人更早的发生 那您觉得这个膝关密结病的治疗办法有什么呀 在急性期吧 可以用一些非栽体里的一些消炎药 但是这个时间不要长 一般一两周都可以要停药 因为它的胃的刺激比较大 如果说在慢性期的时候 我们主要的就是营养补充 特别是我们用硫酸 和葡萄糖 安糖类的 安糖类的 这个是对软骨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咱们现在今天教大家五个动作 五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小半蹲 小半蹲 小半蹲可以站着 为了安全咱们最好是靠墙 就这样蹲大概多久呢 觉得累了你就抬一会 抬起来是吧 完了歇一会儿 再蹲先歇一会儿是吧 主要的都是锻炼咱们的骨四头肌 对于这个七关节的运动起的重要作用 第二个动作 抬腿 抬腿 可以摸一下你的肌肉 崩的情况 崩的比较 你觉得很硬 那这个就是有效 那条腿也是一样 然后再往后 第三个动作 马步 向前迈一步 前腿弓 后腿蹦 这个对咱们腰部 前面我们可以摸摸这个 骨四头肌 有劲啊 如果咱们能做这个动作呢 就对骨四头肌锻炼是很好的 但是有些人可能做不了 也不勉强 慢慢练 第四个动作 拍柔 七关节 可以拍 也可以揉 看电视的时候 做这动作最合适了 做个三分钟五分钟 这个主要是刺激滑液的分泌 第五个动作 把脚往前抬 然后绷上脚跟 脚脚往回收 绷住了 那么这个时间呢 根据自己的情况 做一两分钟也行 换腿 休息 这样一个动作 比较简单 如果你能坚持的话 我想对你骨四头肌 对于那个七关节 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这五节擦法 不仅是中老年人 也是年轻人 如果没有想预防 七关节炎 就应从年轻时候做起 这五个动作 小罗希望大家 每天都坚持做 一定对您的 这四肢关节有好处 因为膝关节 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您要是出不了门了 走不了路了 可就麻烦了 您的运动啊 心理啊 这些健康的基石都没了 是不是 最后送大家一段顺口溜 关节软骨最金贵 控制体重勤护卫 补充营养 省着使 抬腿变走 百病退 生活内幕 或搜索微信号 VIPTT866